虾是中国人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可你能想到可口的虾 竟然成了美国人回之无趣的噩梦吗 本期毛博士就为您揭晓其中的答案 希望各位多多点赞关注评论 支持毛博士 谢谢大家 在美国有一种跟手臂一样大小的亚洲黑虎虾 由于疯狂繁殖 美国人已经无计可施 亚洲黑虎虾也叫老虎虾 是亚洲的某个虾的品种 如果在没有天敌且气候环境适宜的情况下 它可以长到人的手臂那么长 作为虾的一种 亚洲黑虎虾平时都以小虾或者浮游生物为食 只要它存在的地方 其他的物种就几乎无法生存 亚洲黑虎虾的繁殖能力极强 一次可产80万枚卵 只要水温适宜 存活率极高 拥有这么庞大的数量和存活率 对其他物种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在美国东海岸以及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经常有亚洲黑虎虾的身影 原本属于亚洲水域的生物 是如何到达美国的呢 原来因为肌肉质鲜美 其虾肉Q弹紧实 营养价值也很高 美国一家养殖厂看中其优点 便实验迎进 可惜的是 在养殖厂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1988年大西洋的飓风计 一场飓风扰乱了养殖厂的秩序 被风搅乱水汽之后 2000多只亚洲黑虎虾流失业外 为了弥补该情况 经过大量打捞 也仅仅捞回了300多只 而就是这些流失的亚洲黑虎虾 逐渐引发了美国当局的恐慌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网站的数据显示 在2006年9月份 商业捕虾船 在阿拉巴马州 多芬岛附近的密西西比湾 捕捞到了亚洲黑虎虾 此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北卡罗兰娜州的捕虾渔民 也抓到了亚洲黑虎虾 此后 密西西比州 佐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都先后发现了亚洲黑虎虾的踪迹 科学家们根据他们出现的地点 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亚洲黑虎虾 在美国已经分布得十分广泛了 尤其以美国东部 大西洋沿海地区最为严重 还有不断向外扩散的趋势 而更加可怕的是 亚洲黑虎虾在美国没有天敌 食性又比较杂 小鱼小虾 甚至连螃蟹 都是他们的食物 藻类浮庸生物 更是他们的美味佳肴 不仅如此 亚洲黑虎虾 虎虾还会破坏保护贪图的红树林 基于以上的危害 它们曾一度被列入海产品的红色名单 我们都知道 红树林作为贪图保护树木 不仅可以调节气候 还可以为其他动物 候鸟等提供生存栖息的空间 而亚洲虎虾在红树林下产卵后 幼卵还未成年的时候 就会啃食红树林的跟进 造成红树林大面积死亡 其次 亚洲黑虎虾生活在开放的沿海水域 导致美国政府无法选择偷毒消灭 不仅如此 它们身上还携带着某些病菌 会对水域中的其他生物的生命造成威胁 种种权衡之下 美国始终无法找到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瞎换 此时 作为吃货的你一定会好奇了 这么美味的虾 为什么不吃呢 当然 对于强大的中国吃货来说 任何入侵物种 只要能吃 马上就会变成冰微物种 入侵日本的小龙虾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现如今 入侵美国的亚洲黑虎虾 更是能长到人的手臂那么大 这要是吃起来 不比小龙虾香多了 可惜的是 就像亚洲鲤鱼泛滥一样 美国人无法用吃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可能会无意间 将原本生活在某一个生态链的动物 带到另一个生态链之中 如果恰巧 它们能够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 并且在当地没有天敌 它们将会在当地迅速扩散 危害当地其他物种 然而在面对生物入侵时 我们至今还没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只能防患于未然 随着科技文明的日益进步 跨大洲跨大洋的文化交流 也在日益增多 做好生态防治 避免物种入侵是十分重要的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